那麼現在為大家來補介紹 就是立法院的劉哲豪立法委員 歡迎 謝謝 好 那本次的路跑活動 除了我們的主辦單位 財政部跟第一金控之外 還有非常感謝承辦單位 也就是南區的國稅局 以及承諷了我們的協辦單位 台東縣政府團隊的大力支持跟協助 所以現在就讓我們一起熱烈的掌聲 來邀請台東縣的大家小黃建廷縣長 來到舞台上為我們來設計出話 歡迎 這個場地真的很棒 不過好像只有 正好我跟許次長兩個 是坐到會曬太陽的位置 所以 現在那個全身苦瓜了 還沒開始跑 非常非常歡迎 所有的長官好朋友 一起來到台東 尤其在我們這個最美麗的森林公園 來舉辦這一次統一發票杯的 慢跑的比賽 我看到那個許次長連護膝都綁上去了 他是玩真的 我是穿牛仔褲來好像 這個到時候就是成績就不要太計較這樣子 你看我今天的牌子領的是0289 就是台北的這個電話是02 台東的電話是089 我已經把台北跟台東連結在一起了 我們希望透過這個慢跑的活動真的能夠達到我們 許次長剛剛講的這個增加我們國庫的收入 因為大家可以誠實納稅 然後我們一起來做公益 幫助更多的弱勢團體 也透過這個慢跑 提倡大家注重身體的健康 那在充實了國庫之後啊 希望今天這麼多的財政部的長官來 也可以實地了解台東財政的困難 那麼又可以了解我們在這裡 這麼努力這麼用心 在克服很多先天上不利的條件 努力在改變台東 所以將來在考慮那個財政收支劃分的時候 請多給台東關心一下 一般台東人聽到這個就要很用力的掌聲才對 謝謝啦 不過台東真的是我們很認真在利用我們的天然的資源 發展我們的所謂的運動觀光 剛剛提到我們的觀光是陸海空三度的 今天我們也特別請到我們在天上飛的熱氣球的飛行員 也來參加我們的路跑 飛行員不知道有沒有在現場 他們應該都來了 然後我們在地面上的我們的 紅三虎棒球隊的成員也整個棒球隊都來了 那馬上要辦理的國際的衝浪比賽 我們也邀請到衝浪的選手 也都一起來參加今天的路跑 除了我們各個急促之外 來表達我們對這個活動最熱烈的支持 我要再一次祝福旅會所有的好朋友 也希望大家可以常常來台東 不要辦路跑才來台東 那財政部也不要到第四年第五年才想到台東 平常多考慮台東 經常把台東放在你的腦海裡面 祝福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縣長